依然存在遗憾 003航母多项技术不输美国 有一项布置还有带带进 003航母近期可谓是风头无两 不仅使国内上下欢欣鼓舞 也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003航母正是下水标志着我们迎来了航母时代的第一个十年 从辽宁舰到福建舰 我们用短短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世界其他国家百年的航母探索进程 福建舰是世界第三艘使用电磁弹射技术的航母 也是世界第一艘在常规动力前提下 应用电磁弹射技术的航母 福建舰的各项系统中都大量使用了先进技术 除了最受关注的电磁弹射与阻拦设置外 还应用了综合射频技术 我们在中压直流综合电力系统方面甚至领先于美国 虽然福建舰多项技术不输美国 但仍然存在遗憾 甚至有一项布置尚待改进 福建舰虽然在诸多领域实现明显突破 在我们航母建造发展史上也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 但也意味着福建舰必须向下兼容 未来的许多问题与烦恼无法避免 航母甲板的作业模式分别为循环模式 灵活模式与认证模式 福建舰在循环模式下的全放飞状态中 战机出击效率与美国小英号航母 即尼米兹级航母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造成这一缺陷的原因在于 我们的航母甲板布局不合理 弹射器位置与整备区存在冲突 虽然我们的福建舰与美国的小英号 在甲板整备战机数量上差距不大 但福建舰的电磁弹射器只有二部可处于使用状态 而美国航母却有三部 虽然差距不会太大 但我们始终处于劣势 需要注意的是 小英号航母已经退役 甚至已经进入拆解阶段 美国目前的主力航母是尼米兹级航母 而福建舰与尼米兹级航母的完成整备战机数量 存在明显差距 保障区与起飞点位置 是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 而要解决这一问题 需要加长舰手飞行甲板 届时航母的排水量也会随之增加 在灵活模式下 我们的福建舰依然存在不足 甲板布局问题承担解决 在灵活模式下 甲板分为起飞区域降落区 而美国尼米兹级航母代机的舰载机 大约为七架 而保障区内还能停留五架 福建舰仅能停留五架 而保障区也只能停留三架 四架战机的差距在实战中将变得非常明显 尽管福建舰存在许多不足 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 福建确实是我们海军部队 一座意义重大的里程碑 目前发现的诸多问题 在未来一定能够逐一攻克 美国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航母大国 美国既是我们的对手 也是我们要超越的目标 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万不能急功近利 我们应始终按照自己的步调前进 排除外界的诸多干扰 步伐稳健地开辟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发展之路 我们在经济领域经历这一过程后 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假以时日 我们也能在军事领域再创辉煌 我们在军事领域再创辉煌